自从有了需要之后 我就不再做梦了 这怎么可能 凑巧吧 你说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特别的人 什么特别的人 你看 观山先生写的 我给你讲 大漠夜晚的星子比京都要亮 不知晚晚是否与我一般 夜不成眠 这世上总有千万个安然入梦的办法 却只有在命中人的怀里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眠 纵有万千处流连忘返的风景 也只有爱人的怀抱 才是故乡 这写得也太美了吧 你说 他是不是就是我的命中人